各位,這個新聞來自一個網站 對Hill.com的山上雜誌 因為山上的報紙 它說在亞利桑那州 有一個大型槍擊事件發生在商場中 一死八傷 這個發生在什麼時候? 這個發生在星期六上午 即是2022年6月4日 兩個女傷者現在有一個 Line Fratering 可能會致死的受傷 令其他人也有嚴重的受傷 這個鳳凰城的警察 就說當時大約有100人在商場中 不知如何變成了槍擊事件 應該有圖片的影片 Post by ABC15 但我未找到 也不要找 美國好像每天都有 或隔天有一宗 這宗又是一死八傷 超過了四個人受傷 也叫大型槍擊事件 現在這個就肯定了 九個人 之後有兩個人是有生命危險的受傷 所以這兩個人可不可以倒降危險期 我們還未知 我沒辦法只見到我 就跟大家報告一下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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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